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你如此轻率地做出这样的决定 真是太失望了 将军 如果被抓的不是李子航 是其他政府的官员 请问将军还会如此地愤怒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将军对李子航非常的信任 那是因为李子航的工作效率显著 对大中亚事业争心耿耿 怎么 李远君是因为我对李子航的信任 才做出主要部的决定的 属下没有针对将军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不管李子航如何表现 他都是一个中国人 对于中国人的忠诚 我们不得不由所顾忌 如果他借由将军对他的信任 做出了损害大人吧帝国利益的事情 我们将无法向上面进行交代 属下这么做 也是考虑到将军 田城大佐的实验室被破坏 就是因为敌人通过供水路线查到了线索 在这之前 李子航曾经过问过此事 知道渣北区供水异常的不光是李子航一个人 很多人都知道 而且他们对风影计划毫不知情 将军 我这边的情报 武汉方面是在积极地谋划 责罚一名重要的官员 李子航就是其中的协议人之一 当然 我并没有认定李子航 就肯定有通敌行为 我只是想通过这次的审查 确定他的忠诚 好吧 我同意你对李子航进行抓捕 但是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不要对他行刑 他毕竟对我们是很有用处的人 将军放心 属下知道怎么办 李处长 你跟这个许老板是怎么认识的 我并不认识他 是他主动联系我的 他说他有办法搞到粮食 所以我才跟他见面的 不认识 以你李处长的身份 怎么会贸然去见一个不认识的人 李元科长 特高科也负责上海的经济 现在上海的米价高到什么程度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民以实为天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上海的经济会坏到什么地步 我们无法想象 除了保障军队供给之外 我在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到粮食 但是缺口仍然很大 现在一个中国商人来跟我商谈粮食问题 我想就算是国民政府的人来跟我商谈粮食问题 我也一样会跟他见面的 这么说 李处长和国民政府的人有接触 梅先生现在还在国民政府任职 可我听说 国民政府正在积极策法新政府的官员 李处长有没有耳闻 我当然听说了 李处长是怀疑我跟国民政府的人在接触 以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即便有人策反 我并不感到意外 如果他们想策反 那也是他们的事情 跟我没什么关系 李处长 你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李处长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会把我带到这儿来 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特高克对中国官员的侦选 只要认为可疑 就可以随时进行抓捕 不需要任何理由